第九版防控方案中对两套风险区域的划定的标准进行了整合 对防控措施的进行了衔接对应 统一使用高中低风险区的概念 形成了新的风险区域划定及管控的方案 那么对于高中低风险区划分呢 它是指的是有疫情发生的县市区域划分 那么对于没有疫情发生的县市区域 全域实行常态化的防控 无需划定这个风险区域